AutoGPT是会自主完成任务的AI 本影片要介绍完整的AutoGPT安装和使用方式 ChatGPT需要我们不停地输入指令 引导AI的回答方向才能得到期待的结果 而AutoGPT却能够自我反思 只要给它任务 它就会不停地自问自答 不需要人为插手 如何安装AutoGPT 以及如何使用它 将是全网2023年4月最重要的热点 以下是必须预备好的步骤 手把手带你安装AutoGPT 取得OpenAI的APIP 并将它将放入AutoGPT环境档 让AutoGPT跑起来 基础操作说明 使用AutoGPT的注意事项 手把手带你安装AutoGPT SafeP 安装Python 3.8以上的版本 HTTPS冒号-3w.pyth1.org-downaloabs 如果有安装HomeGP也可输入指令 终于Install Python SetBar 安装GIT HTTPS GITFCM.com-DOWNLOADS Set3 打开终端机 Terminal 透过DIT指令下载AutoGPT CitClone HTTPS Github.com-TORNTLINO-NUTOGPT DIT Set4 输入LS确认下载的位置 然后透过CDAutoGPT进入目录 Set5 输入PIC3 Install Requirements TXT安装必要套件会跑一段时间 如果使用PIC3指令出现错误 可以先输入Python 3 确认自己Python的环境是否安装成功 提醒 如果是Windows环境 输入Python 3 没反应 取得OpenAI的API key 并将它将放入AutoGPT环境档 Set1 登入OpenAI后 进入此页面 HTTPS P-L-A-T-F-O-R-M-D-O-P-I-A-I-D-C-O-N-T-P-I-P-SET2 按下Create New Secret P即可取得 Set3 回到终端机 // CV-A-A-T-F-O-R-M-D-B-I-N-T-A-I-D-C-O-N-T-O-SET4 Windows系统建议参考官方说明 看到 Earth后 按右键选择打开档案的应用程式 以文字编辑器的方式开启进行编辑 若无此选项 请从最下方的其他选取 让AutoGPT跑起来 技术操作说明 在终端机输入指令 Python3Lamotops 提醒 如果关掉终端机 之后想要执行这个指令 请先CD AutoGPT再执行 不然会出现找不到module的错误讯息 如果一切平安顺利 就会看到下图的画面撸 操作AutoGPT很简单 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AI name AI机器人名称 AI role AI扮演的角色 AI goals AI要达成的目标 目前最多设定五个 如果不想设定这么多 按下Enter就会直接执行 下面是设定范例 AI name smart AI role 可以满足所有需求的AI工具 AI goals 帮我写一篇介绍AutoPT文章 接下来 你就可以看AutoGPT表演 它在Thinking一段时间后 会列出 想法 Thought推测 Reasoning 方案 Plan 意见 Priticism 并让你确认是否执行 笔者这边先按下Y 上面就是AutoGPT执行后的结果 如果你不想要它执行的每一步 都经过你的审核 输入YN即可 像是Y-5 就是连续执行五次的概念 相信透过以上实际演练 读者能理解AutoGPT的运作逻辑 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自我反思 也许我们一步到不了目标 但多优化几次就能抵达 下面是跑了五次后 AutoGPT给出的结果 它还是可以持续优化 不过我们先看看它说出了什么吧 这边我用ChatGPT把它翻译成中文 并排版 AutoGPT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 可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 其先进的算法和灵活性 使其成为需要快速高效的创建 高品质内容的企业和个人的理想工具 以下是AutoGPT的一些主要特点 及其在不同行业的应用 电子商务 AutoGPT可用于生成产品描述 评论和其他电子商务网站的内容 这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搜索引擎排名 吸引更多客户 出版 AutoGPT可用于生成文章 活客文章和其他出版公司的内容 这可以帮助出版商用更少的时间 生产更多内容 降低成本 市场营销 AutoGPT可用于创建 吸引人的市场营销活动内容 这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品牌知名度 和提高销售 教育 AutoGPT可用于生成教育内容 如教科书 学习指南和在线课程 这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 创建与学生相关 且有吸引力的高品质内容 医疗保健 AutoGPT可用于生成医疗内容 如患者教育资料和研究论文 这可以帮助医疗专业人士 向患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传达复杂的医疗信息 法律 AutoGPT可用于生成法律内容 如合同 摘要和法律意见 这可以帮助律师和其他法律专业人士 更高效的生产高品质内容 新闻 AutoGPT可用于生成新闻文章和其他媒体公司的内容 这可以帮助记者用更少的时间产生更多内容 跟上快节奏的新闻周期 总之 AutoGPT是一个可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的强大工具 其先进的算法和灵活性 使其成为需要快速高效地创建高品质内容的企业和个人的理想工具 无论您身处电子商务 出版 营销 教育 医疗保健 法律 还是新闻行业 您都应该考虑使用AutoGPT这一工具 评济其先进的算法和灵活性 无论您的需求是什么 AutoGPT都能够快速有效地帮助您创建高品质的内容 为您的业务和事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竞争优势 使用AutoGPT的注意事项 请小心使用不限执行次数的指令 输入Python3Lemortop的Continuous 就会让AutoGPT持续执行 使用这个模式的时候 AutoGPT也会给你提出警示 毕竟每次执行都是要消耗Token OpenAI并不是完全免费 我们使用AutoGPT执行任务时 会不断地消耗Token 一旦试用的额度满了 就需要付费 请设定OpenAI的付费额度 如果你免费额度用完后 就需要透过付费继续使用 但建议设定合理的上线额度 否则信用卡可能被刷爆 HTTPS冒号斜杠斜杠 P-L-A-P-F-O-R-M-D-O-P-E-N-A-I-.com-A-C-C-O-U-N-T-B-I-O-L-A-N-G-I-M-I-T-S AutoGPT的答案未必正确 因为AutoGPT的本质 还是使用OpenAI的GPT3.5 GPT4 这两个模型会犯的错误 AutoGPT还是会犯 没有GPT4也能使用吗 如果你提供的APIT没有GPT4 会自动默认GPT3.5 执行的记录在哪里呢 在AutoGPT AutoGPT Logs 底下 以上是AutoGPT的安装与基础应用示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您想在AI的浪潮中站稳脚步 并在未来的职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那么笔者出版的新书 绝对是您入门AI的第一步 记得关注再走哦